好 自己可咱们来看一下伤员救护的题 第一道题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为了减少损失 出租汽车驾驶员正确的应急措施是 看 毁灭证据 远离现场和清理现场 这肯定都是不符合的 只有是立即拨打救援电话 第二题 在道路上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造成人身伤亡的驾驶员应当 首先 首先是什么呢 A 抢救受伤人员 有人身伤亡要抢救受伤人员 看 B C D 都是其次的 将车移到安全的地方 而且如果发生交通事故 这个车是不能移动的 C 说撤离现场 自行鞋上处理损害赔偿事有人伤 这是不可以的 D 说检查质量受伤的情况 先看 先救受伤 第三题 在道路上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未造成人身伤亡 当事人对事实及诚意无争议的 这种情况当然是 简单的事 简单的办 那就是 B 即行撤离现场 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 第四 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 当然是不能上道路行驶 是不得 第五题 驾驶员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 应当对机动车的什么进行认真检查 咱们看 A B C D C又说 A 比较全面 是安全技术状况 第六题 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 难以移动的 首先 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这个是提醒后车 除此之外 还有设置警告标志 就是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 这个警告标志到底是多远呢 普通道路是50到100 高速是150米开外 第七题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时 警告标志 应当设置在故障车来车方向 多少开外呢 是150米开外 也就是公路50到100 高速150开外 第八题 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时 将人员疏散至以下哪个区域能够保证安全 这类 当然是高速公路以外的区域 有护栏呢 那就是护栏以外 第九题 什么情况 适用检疫程序 当然是发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 双方的当事人对事实及诚意没有争议的 这才可以用检疫程序 第十题 在道路上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 并且基本事实清楚的当事人 那就是检疫程序 应当自行撤离现场并进行协商 如何赔偿 十一 适用检疫程序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条件有 A 就是为造成人身伤亡 二 就是当事人 就是碎片像 当事人对事实及诚意无争议 十二 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 咱们都知道 是交警 也就是公安交管部门 这里没有说技术监定部门 十三题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经公安交管部门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 或者调解协议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 这时候就怎么着 这时候就要打官司 也就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十四题 OK 这个口诀叫 造势逃逸假现场承担全责透薪粮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 当事人逃逸造成现场变动 证据丢失 公安机关交管部门 无法查证道路交通事故的逃逸的 要承担全部责任 十五题 发生交通事故后 当事人逃逸的 OK 这就是 造势逃逸假现场承担全责 必须要全部责任 十六 出途时驾驶员发生交通事故后 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 这个是要承担全部责任 十七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 有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等行为的 当然是要承担全部责任 造势逃逸假现场承担全责 十八 对造成道路交通事故后 逃逸上不构成犯罪的 出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并可以出多少日以下拘留 这个是15日以下拘留 咱们可以这么急 要我逃 要我逃 十九 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 其损失是由行人故意造成的 机动车一方是不承担责任 二十 需要从车窗逃生时 用安全锤敲击安全玻璃的应该是四个角落部位 咱们从收力方向来说的话 中间收力会有比较大面积的缓冲 是难以击破的 而只有四个角落是容易击破的 所以是四个角落部位 二十一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为保证伤员的生命 移动伤员后 驾驶员迅速用粉笔砖石块等 将伤者导卧的位置和姿势记录下来 咱们记得也不可能是性别和年龄 也不可能是位置位置和时间 记得是姿势 二十二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如实讲情事故发生的 当然是时间地点 就像咱们写作儿一样 时间地点 以及接触部位 人员伤势和车辆损失 损坏程度等减要情况 并听候公安警官接管部门的处理 不得伪造造势现场 造势逃逸 二十三 出租车驾驶员 对行人或者飞机等车 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 这种就属于碰瓷了 对于碰瓷者 应该采取的做法是立即报警 请求处理 不要说给点钱死了了 二十四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该按照什么等原则 A B C D都有 A 是立即停车抢救少员 B 保护现场设立标志 C 是如实反应听候处理 D 是服从指挥撤离现场 二十五题 有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现场 保护措施 问的是保护措施 也就是保护现场 A 确定事故现场范围 B 于雨雾风沙等天气时 要注意遮盖痕迹 B 防止 其实他说的是要注意防止遮盖痕迹 C 是标注商员的位置 而D 说联系保险公司 这跟现场的保护没有关系 二十六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 驾车员保护现场是错误的做法 错误的做法是说将散落物收集到安全地方 这个散落物也是证明 到底是谁的责任 以及事故大小的一个依据 所以这个是不能收集的 二十七 某网约车驾驶员被乘客辱骂 并殴打成重伤 该乘客承担 已经打成重伤了 这当然是要刑事责任 二十八 网约车平台公司 对服务过程中发生安全责任事故 承担的是先行赔付 就是平台公司承担先行赔付责任